下面我们做的这道菜叫墨西哥鱿鱼 先把鱿鱼洗净 切成段 切成块 加入一定的蒜粉 然后把锅加热 倒入油 洋葱 蒜末翻炒 接着加入鱿鱼 一起翻炒 加入切成丁状的番茄 然后再加切成段的小青辣椒 这个辣椒是有一点点辣的 然后再加入西芹丁 一起翻炒 加入适量的金盐 胡椒粉 再加入两片干的月桂树叶 和新鲜的香菜 香菜切成末 放入锅中 一起翻炒 然后加入适量的番茄酱 然后加入适量的番茄酱 再加入适量的鸡精 再加入适量的鸡精 和适量的水 然后把它烧干 这道菜 就算完成了 这道菜就算完成了